小红和小绿 我是卡车小红,我的工作是送货。 现在我要去狸猫叔叔家拉货了。 到了狸猫叔叔家,狸猫叔叔说。 小红,请把这些货物送到点点繁星研究所的熊猫博士那里吧。 这么多货物,让我自己把它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吗? 小红有些担心。 这时? 没关系,没关系,让我来帮忙。 小红,我们一起去送货吧。 说着,卡车小绿跑了过来,就这样。 小红和小绿穿过农田来到跨海大桥上。 哇,好大的雾呀,看不清前面的路了。 要小心啊。 他们俩一边说,一边向前开。 突然,在道路的转弯处。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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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俩来不及转弯,撞破了护栏,只剩后车轮悬挂在护栏上。 救,救,救命! 救,救命! 就在这时,刮来一阵强风。 要掉下去了,玩,玩了! 小红呼救。 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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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,没关系的。 小绿颤抖着说。 直升机哥哥来帮忙了。 嘿嘿,原来是出租车叔叔用车载电话呼叫来了直升机哥哥。 小绿话音刚落,小红刚兴地说,谢谢你们,出租车叔叔,直升机哥哥。 然后,他们俩来到原野上。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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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休息的时候,我打了个盹,大家都跑远了。 大家! 他们正说着,发现。 原来是很多头小猪从大卡车叔叔的笼子里跑了出来。 没关系,没关系,交给我吧。 小绿说完,就使劲儿喊。 回去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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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猪都被赶回笼子里了。 谢谢你们,小红和小绿。 大卡车叔叔叔,目送他们俩沿着山路向上爬。 就在这时。 拖车哥哥爬不动了,喘着粗气。 啊,真是太沉了,没关系,没关系,没关系,我们来帮忙。 小绿说完。 嘿哟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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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哟。 他们俩扛起原木,向山顶爬去。 来到山顶,拖车哥哥说。 谢谢你们,小红和小绿,你们俩要去哪里呀? 去点点繁星研究所。 啊,那可是在雪山的另一边呢。 没关系,没关系,我们跑得快。 拖车哥哥哥,再见。 说完,他们俩就朝着雪山出发了。 哇,下雪了,路真滑。 没关系,没关系,我们慢慢开。 怎么越来越沉了,没关系,没关系,一起加油。 越来越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了。 没关系,没关系,很快就到了。 走,走,走,走不动了。 没关系,没关系,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 就像小绿说的那样,大卡车叔叔和拖车哥哥来帮忙了。 山里在下大雪,我们不放心你们,就过来看看,现在我们就来帮忙。 说着。 大卡车叔叔和拖车哥哥用力加大油门,把小红和小绿身上的积雪都吹走了。 像大卡车叔叔叔和拖车哥哥哥说了谢谢后,小红和小绿来到一个山洞前。 山洞里一片漆黑。 那个,小绿,要是有妖怪出现怎么办? 我也怕妖怪,但是,没,没,没关系,没关系,一定没关系的。 小绿哆哆嗦嗦嗦的说着。 突然,前方出现了一道红光。 出现了,妖怪啊! 原来不是妖怪,是信号灯。 红灯变成绿灯,前方也变亮了。 路面结了冰,形状像个妖怪,太,太,太好了。 我,我,我不是说过没关系的吗? 这回没事了。 说着,他们俩开出了山洞。 翻过群山,他们终于来到了熊猫博士的点点繁星研究所。 可是,熊猫博士不在研究所里。 研究所的汽车小黄说。 你们想见熊猫博士,就请跟我来吧。 跟着汽车小黄,他们又翻过一座山。 小红,小绿,想见熊猫博士的话,就请上去吧。 然后,汽车小黄大声喊道。 三,二,一,零。 是飞船呀。 但是,这真的是去见熊猫博士的吗? 小红,小红有些疑惑地说。 没关系,没关系,肯定能见到熊猫博士。 小绿说着,飞船就来到了。 宇宙空间站。 哇,好大呀。 看,熊猫博士在最高处抄我们挥手呢。 我在这里。 熊猫博士喊道。 谢谢你们,小红和小绿,你们运来的货物是空间站和飞船的零件哦。 谢完货,小红和小绿又乘坐飞船回到了地球。 小绿,下次我们一起去火星或者金星吧。 不过,还是只能想想而已。 好呀,一定能去的,一定。 小红,只要心里认真想着,没关系,努力加油,梦想一定就会实现的。 嗯,对,没关系,没关系。 他们俩的笑声一直回荡在夜空中。 小朋友,没关系,没关系,是一个超级好的魔法咒语。 你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,记得像我一样,说,没关系,没关系,一切就会好起来哦。 proper底的话,没关系。 小糊